成人自我状态对我们的影响 成人自我状态是指我们用理性而不是情绪化的方式来行事 它让我们能应对此时此地正在发生的现实状况 在这种状态下,我们能计划、考虑、决定、行动 我们能理性而合理的行事 我们所有的知识和技能都能为自己所用 而不再被脑子里父母过去的声音所驱使 也不会被童年的情绪所围困 相反,我们能思考当下的状况 基于事实来决定要怎么做 在成功的人生里,这三种状态都是必须的 它们已经演化了千百年 所以每一种状态肯定都很重要 都对生存有价值 不过成人自我状态有其他特殊的重要性 在儿童自我状态时,我们会体验到童年的感受 会再现过去的情形体验过去的情绪 但我们学不到任何新的东西 而在父母自我状态时,基本上都是在挑剔或者在教育别人 不管是哪一种,我们都在用原型重复从父母那里学来的观念和价值观 让别人接受我们的观念和价值观 这种确信无疑的状态都没法去给新知识和新理念流出一席之地 旧的思想主宰着我们 这就是为什么单靠真认不能改变一个人的想法 只会让人更固执己见 所以我们在对待儿童或者持不同观念的人的时候 引导比教育更有效 毕竟没有人喜欢被强硬的教导 大家好,这里是Jobber的思维成长记录 这里是把日记月累的琐事所想记录下来的地方 愿以大家一同思维成长 找出属于自己的人生答案 活出自己的人生意义 只有在成人自我状态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 但没有人能勉强别人进入他们的成人自我状态 我们只能鼓励他们 因为只有对方能决定自己要怎么做 但这个进入成人自我状态的过程 需要艰难地努力和刻意地思考 我们在另外两种状态时 几乎不需要去思考就知道我们要做些什么说些什么 书中有给到一个比喻 比方说有一个角色叫生气鬼 他很懂得怎么去表达愤怒 甚至都不需要思考犹如一种反射条件 反射条件是一种针对特定刺激物的自动反应 但值得我们仔细想一想的是 说到底是我们选择了自己的感受 我们选择了愤怒 我们选择了悲伤 这听上去好像不太可能 但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 一个人怎么能进入我们的脑袋 强迫我们产生任何情绪 别人或许会影响或者说服我们 可是最后还是我们自己在决定要选择怎么样的感受 当我们责怪别人的时候 都是处于儿童自我状态 但如果受到刺激的时候 我们若能处于成人自我状态 相比责怪 我们更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包括我们的情绪 毫无疑问这很难 但相比于责怪别人 如果我们能为自己负责 就会认识到我们对自己是有主导权的 因此我们就知道自己有力量来改变处境 更重要的是有力量改变我们自己 想要理解我们的现在 就必须回顾我们的过去 从最早期的阶段 从我们有记忆开始 发生的一切都对我们影响重大 还影响了我们后来的成长 牵涉到我们怎么看待自己 别人和对这个世界持有的看法 从那时候起 我们就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用同一个视角去看一切事物 这个视角在我们心里深藏不漏 是来自我们灵魂的深度 无论我们对生活形成了怎样的态度 从此我们的行为和幸福感都会受到影响 往后余生都会如此 除非我们决心要改变 一切关键就在于我们的人生坐标 这人生坐标里有 第一 我好 你也好 第二 我好 你不好 第三 我不好 你好 第四 我不好 你也不好 一旦我们在童年决定用哪种态度和观点 我们就会在随后的人生里 始终坚持自己的选择 这种态度和观点 变成我们存在的底层架构 从那以后 我们便建构出一个世界 不断确认和支持这些信念和预期 我们把自己的人生变成了一个自证预言 自证预言是我们会控制事件的发生 从而确保预言会成真 我们会确保自己的世界和预期一样 自证预言就好比我们玩一个心理游戏的必然后果 比如过量喝酒的必然后果就是喝醉对吧 那如果长期重复这个行为 可能持续一辈子 这类行为就被称为酗酒 那如果应用到我们内心世界呢 这游戏称为心理游戏 那我们再看看人们玩的心理游戏 和他们的人生坐标之间的关联 把自己的人生坐标放在我不好你好的人 这类人认为自己很差劲 别人任何方面都比自己好 低至尊的人通常觉得生活对他们不好 却更善待别人 概括的说 处在这个坐标的人 认为自己是生活的受害者 所以他们就玩那些会把他们变成受害者的游戏 就如之前提过的 更严重的情况 有些人会选择的记住那些悲伤和不快乐的事情 而忘记或者忽略美好的时光 这游戏的必然后果会很容易让人抑郁 在最极端的情况里 这类人很容易倾向自杀 线路得再深一点的就会慢慢的把自己的人生坐标移下去 我不好你也不好的位置 人们在玩这些受害者游戏时 通常都处在悲伤的儿童自我状态里 再接下来看看父母自我状态会在哪个人生坐标里 我好你不好的人生坐标里 这描述的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好 处于这个心理坐标的人常常会占据权力和权威的制高点 这是人们经常在工作场合玩的游戏 比如属下犯错了 会对属下大声咆哮来揭持证实我好你不好 权威人士很容易把自己想象成严厉的父母 把员工当成顽劣的小孩来惩罚 处于我好你不好坐标上的人还会玩其他游戏 比如你为什么总让我失望 还有就是你怎么敢这样 这类人永远都是挑剔型父母状态 动不动就指责 用自己的标准来批判别人 当然还有养育型父母的 我这是为你好的姿态来迫使别人接受自己的观念 在最极端的情况里 这类人很容易倾向谋杀 不过这类人的心理状态不容易抑郁 因为愤怒能够非常有效的抵抗抑郁 愤怒的人从不觉得内疚 因为他们总在怪罪别人 他们的智慧方式是把自己内在的恐惧对外投射到别人身上 这样就能把自己的怒火转向别人 而处于我不好你也不好人身坐标的人更不用说了 对他们而言整个世界都是灰色的 比如遭受霸凌的受害者们 不管是怎样类型的霸凌 网络霸凌 校园霸凌 职场霸凌都好 勇敢的人能走得出来 但走不出来的人会把自己的人身坐标放在我不好你也不好的位置 在他们因为霸凌陷入忧郁的时候 他们只看到世界对他们的不公和不善待他们 他们找不到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他们失去了对自己的自信 我不好 而面对霸凌者或者冷漠者 帮凶者时 你们所有人都不好 处于这种状态的人 是最需要及时被拯救的 这类的案例实在太多了 有机会的话我会跟大家深入探讨哦 但要记住这些理念不是用来给别人贴标签 攻击羞辱别人的 他们只是用来理解行为的方法 尤其理解自我的行为 同时也在警惕自己的行为 当我们要对某人事物评投论足的时候 先思考三秒 我们是在什么位置以什么身份去评论 而这些评论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同样的 我们在给予反应的时候 也先思考三秒 我真的需要把愤怒直接火力全开的喷射出来吗? 是否还有更好的方法? 当然 处在我好你也好的人身坐标位置是最理想的 我好你也好的人身坐标并非是最理想的 非禁止的状态 而是动态的过程 我们觉得自己是好的 也相信别人是好的 那就得靠行为和态度 持续地对自己和别人展示出来 我好你也好是一种发自内心信念的行为 他非常接近于人本主义的信条 相信自己 相信他人 而不一定非要相信神或者超自然 情商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情商是理解我们内心的情感世界 并且还掌控它 这和智商完全不是一回事 高情商的人 他们都有强大的自我意识 了解自己的情感 他们能管理情绪 能从悲伤和不幸中重新振作 最重要的是 他们能控制冲动 也懂得言辞满足 从而避免轻率的决定和不妥的行为 情商也和理解别人有关 高情商的人能辨识他人的感受 这种技能称为共情 但也许情感智力中最大的技能 是通过理解和回应对方的感情 以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情感智力能让我们 在自我成长和完善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因为它将带我们 从独立的个体走向共生的关系 好了,这期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支持 愿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增长 活出自己的生活 在下期的节目中 我们会尝试看讨蛤蟆先生 是一个怎样的角色 是什么导致了蛤蟆先生抑郁了